瑞瑟巷五鹤台地2020年纳入喷罐区 农水鼠也投入1800万元 协助地方设置2000吨的蓄水池 解决缺水问题 后续用水分配以及轮罐机制 农水鼠花馆处长张林卫率领团队 亲自与地方农会以及农民说明讨论 朝向农民自主管理的方向进行 在前任立委小美琴努力争取下 在2020年瑞瑟巷五鹤台地正式纳入 农水鼠喷管区内 包括水源头蓄水池 以及支分线铺设等相关建设也活速进行 逐步改善缺水问题 从中央山脉三件取水 已经把它接引到我们三腰的 一个2000吨的蓄水池 供水一期的工程也已经完工 目前正在进行供水二期工程的规划 我们要设计 预计在两个月可以发包 你只能这块铺铺铺 自来水的水源头 自来水的水源头 它为什么 它现在为什么还不要再修上 有的啊 当晚都戳掉了 在地农民质疑水源头地质破碎 蓄水池设施功能能否稳定 农水属花馆处则严密监控中的同时 目前其武贺区补充资分线工程进尾声 后续用水如何分配管理或者轮贯等机制 农水属花馆处长张其伟 率领团队亲自于瑞瑟湘农会及在地农民说明讨论 建议朝农民自主管理的方向来进行 我们想说利用其他县市的这个方面的经验 结合我们瑞瑟武贺地区的一个地方的特性 能够发展出一个适合在地的一个灌溉管理的一个模式 补充灌溉分支线工程 分齐分区逐年建制 东西武贺区以及大平顶地带能否整合共事 致力管理协会组织来运作 农政单位关切 在地农民也很有意见 应该是说我们工作站里面去谈给我们母后 有多少已经开始有去申请来说 做一些噴灌设备 其实这个可以慢慢的把它造册起来 做成我们成员里面的会员 这样子会比如说我不会说 都只有读后我们茶园 那如果对于之后 就是我们会的管理 那我也是蛮支持 就是说除了茶园以外相关作物 那是否像博士类的 刚刚一起来参与讨论 这样子对大家也会比较公益 有关地方产业发展 农民深接着灌溉建设 略是将农会高度重视 理事长魏清禾 总干事黄胜黄 呼吁农民团结一心 也建议自治管理条例中 农会也能名列辅导管理监督议员 这一个外区外的一个期划 不是为了谁套 那个做了之后 张处长也没有多领一般 那个副处长也没有多领一块钱的薪水 所有的这个都被多领一块 我们也被多领一块钱 但是为了什么 为了地方的产业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每次在召集说明会也好 在召集这个做反应会也好 然后是长下西墙 大家共同鼓励人的话 应该要当地的人 应该排除万难 给他完成 所以早期没办法 挂到当年时候在做为万 事实上讲起来 我们以前开会不是这样的人 其实很多是很多人 但是那些人没有让你那么热心 大家都会提供意见 有的人跟他副长讲的一样 那次无关他也没来 你只要把他召集 给他做主任委员 没有人都给他做委员 他也不管你 因为他跟他没有关系 所以人是一种需要才有需求 所以我感觉他这个副长 也很知道 我们这个老百姓的事情 早期无贺台地曾因抢水灌溉而引发邪斗事件 如今一切重新来过 在地农民是否能捐气成建 互助共好 还是重蹈覆辙 走回三个河上煤水喝的田地 端看农民的选择与作为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 看农民的平衡 咱俄 好的 咱俄